台铁局最新EMU3000型沉寂列车 被誉为最美自强车 现在路线也延伸到东谷地区 首班列车408次 29号早上7点从树林站出发 吸引不少铁道迷抢闲拍照 不过现在却传出才刚上路第一天 车厢内就出现一些问题 民众走到车道旁想上个厕所 结果却发现门外贴着封条告示 上头写着故障无法使用 首行第一天状况百出 让民众抱怨连连 台湾的这个新车是蛮舒适的 可是每次都会一堆零件故障 就会造成很多旅客要到别的地方 就有点不方便 这台408次第七车的车厢厕所 列车系统显示故障讯息 让厕所门按钮短路 导致无法自动关闭 车上人员怕会有乘客 不小心被车门夹到的问题 所以才会贴上封条 暂时封闭厕所 只是新车才上路第一天 就出现状况 让首行民众不足 这一些大大小小 有任何的一个状况 一定在这个验收前 全部都确定完 才能够这个通过 我想这部分都是用这种态度 要求台铁来办理 新车才刚上路 却因为系统故障让民众性质 一扫而空 台铁回应 有疏导让旅客去其他车厢如厕 后续也会有专人勘验 减少问题发生 三日新闻旅言来宣 花莲采访报道